同歉者 阿喜 你是 你 你的 我的 朋友 家 又是 一体 因此 他像 奥秘 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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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 是 你 我今天就告诉你这门关于人与至尊关系的读老科学,因为你既所的朋友又所的后者,所以必能了解这种超然科学的奥秘。 你可以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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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如果能解放一个读书,我们可以读一读一读百分之一。 周围,这是身体的读书。 人应该经历了十分而出难 那里传授下来的十分成细 并由此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方法科学中 获得真正的实力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方法科学中 获得真正的实力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方法科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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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方法科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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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方法科学中 宫生的伟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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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奉獻者也是根據他的品質來劃分的。 奉獻者的一個品質是,他會給這個講述權威經典的人以尊重。 實際上在第二章的時候,Arjuna就向 Krishna 承扶,我現在是你的門徒,請你告訴我,我該做什麼。 所以 Krishna 從那個時候就開始講述他的觀點。 而在這裡 Krishna 告訴 Arjuna 的要點是,這門知識他是從古傳到今,他是非常有師徒傳承的。 而這門科學 它是和至尊相戀。 Arjuna 知道 Krishna 是至尊的一個壽司。 但是 由於 Krishna 的這個能量,Arjuna 有時候忘記了 Krishna 這個身份。 但是 由於 Arjuna 的這種能量,Arjuna 可以以朋友的身份去跟 Krishna 有關係。 如果 Arjuna 總是想著 冥想著 至尊人格守身的話,他無法跟他有這種友誼的關係。 如果 那樣的話,Arjuna 就會一直想著 崇拜 Krishna。 而我們 看到 第十一章,Krishna 向 Arjuna 展示整個宇宙形象。 然後 一展示了宇宙形象之後,Arjuna 就開始向 Krishna 道歉了。 然後 Arjuna 就向 Krishna 道歉說,有些時候 我跟你開玩笑。 我甚至向你的父親開玩笑。 甚至 我有的時候 還會說 你的父親不是一個真正的查理弟。 他只是一個政客而已。 他只會說,他不能去戰爭。 他只會說,他不能去戰爭。 有些時候 我不那麼了解你的身份,減少了。 有些時候 我並不能很好地尊重你,我甚至跟你在一起吃飯。 我們還一起躺著。 我們還一起躺著。 而這種感覺 並不是對神的一個很好的尊敬。 但是 這是 Krishna 的 Maya 。 這是 Krishna 的 Maya 的能量,覆蓋了 Arjuna。 所以 Arjuna 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想起 Krishna。 有些時候,有些時候 Krishna 就這樣遮住自己。 在他的風險人面前遮住自己。 有些時候 他又閃視自己。 Yashoda 。 就像 Krishna 扮演 Yashoda 、Malaji 的兒子一樣。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Yashoda 就讓 Krishna 張開嘴巴,看他是不是在嘴裡吃了一些泥吧。 当克什纳张开嘴巴的时候,他从克什纳的嘴里看到了整个宇宙形象。 他在他的嘴里甚至看到了自己。 他在他的嘴巴里看到他自己在看克什纳的嘴巴。 所以有的时候克什纳揭示自己,有的时候克什纳也隐藏自己。 克什纳这样遮蔽自己,掩饰自己之后,他可以上映他的逍遥时光。 克什纳非常享受他的逍遥时光。 克什纳非常享受他的逍遥时光。 克什纳在这里,克什纳就告诉克什纳,这是一门非常古老的科学,我将传授给你。 克什纳,你之所以能够理解这门科学,是因为你是我的奉行者。 克什纳,而对于那些恶魔来讲,他无法理解。 克什纳。 有些人,我们也看到一些人,他在解释国家梵道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理解这本书。 他说。 帕萍帕也说有很多人对国家梵道都在做常识。 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国家梵道。 但是他们还是写了对国家梵道的品注。 他们在国家反论中写了他们自己的哲学,因为他们不是奉献者,所以他们无法理解。 Krishnah在国家反论中说:"我从来不像愚蠢的人和没有智慧的人展示自己。 对于这些人来讲,我永远以我的内在能量遮蔽我的自己。 Krishnah的YogaMaya遮蔽他自己。 Krishnah的Maya有时候像电影, 这个为什么被比作为电呢? 因为这个电有时候能够加热,有时候也能够制冷。 这些加热的能力就是又可以让它制冷,也可以让这个水变热。 既然这个电可以用于两个方面。 同样的道理,Krishnah这个YogaMaya的能量, 让所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人。 Krishnah says in Bhagavad Gita, Avajananti mam mutha manu shim tanam ashritam, parambhava majjananto mamma bhuta mahishwaram, 这些愚蠢的人认为我是一个普通常人。 他们不知道我超然的这个本性。 他们不知道我作为万人之源的这个本性,超越一切。 所以这就是Maya覆盖受条件限制灵魂的这种功能。 但对于奉献者来讲,Maya以一种秘惯的方式在行为。 Maya覆盖着Krishnah或Arjuna, 所以Arjuna可以认为Krishnah是他的朋友。 即便Arjuna被Maya覆盖了,但是他能以一种朋友的眼光去看待Krishnah。 就像Maya覆盖的妈妈,她看见Krishnah只是他的儿子。 当Krishnah能够举起哥尔瓦丹山的时候, 当Krishnah能够举起哥尔瓦丹山的时候, 亚覆盖妈妈才不相信Krishnah能够举起哥尔瓦丹山。 我的儿子怎么可能能把那个山举起来。 那一定是我的丈夫在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亚覆盖妈妈看待Krishnah的眼光。 Krishnah能够举起哥尔瓦丹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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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w Paissot,然后人们总是抱怨他。 他的父亲就跟主塔塔尼亚说,你总是干这么淘气的事,你的身边的朋友亲戚都在抱怨你,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孩子。 有些时候主塔塔尼亚就跟一些年轻的女儿说,你应该宠败我,如果你不宠败我,我就诅咒你,要嫁给一个老男人。 一个老男人,七个儿子,七个孩子。 所以这些女孩们也开始抱怨。 有一天晚上,加加拿尼亚做了一个墓。 然后一个佛罗门就跟加加拿尼亚说,你不应该对你的儿子说话这么严厉,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 加加拿尼亚说:"我是他的父亲,我有责任去教育弟弟他。 即便他是一个普通的小孩子,我还是有权利,我是他的父亲。 。 这个佛罗门也引述加拿尼亚说:"这一个圣人就是说,一个明星的父亲,明星老师,他不应该去赞养他的门口。 你应该去挑他的毛笔。 所以他说,我的 Guru Maharashtra非常专业地,擅长于挑我的毛笔。 同样的,迦尔弥陀也是非常擅长挑猪亚的毛笔。 这是一些逍遥的持统。 即便猪亚弥陀是主,但是迦尔弥陀还是他的父亲。 所以阿尔弥陀也认为,Krishnah就是我的父亲。 所以帕帕在钥匙里面讲,这些不是Krishnah的奉献者,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事情。 他们即便写再多的书,再多的评注,但是毫无用处,没有意义,没有价值。 就像有一个女的去中国。 她曾经说,Bhagavadita is too old。 Krishnah told me to write a new book. Krishnah告诉我,我要写一本新的书。 Krishnah told me to write a new book. 竟然还有那么多的人追随她。 这个就是恶魔。 她根本无法理解Krishnah。 她也无法理解Bhagavadita is too old. 但是,员欣要明白愉快� eliminator. 您想了解佛奉派哥吗? 那就聆听。 从一位奉献者带你去聆听。 所以帕帕帕帕帕放写了这个博奏 från Ple Щ阿。 Muchака欣押ándita is too old. 我们现在就搞了证年。 沒有人處為父親。 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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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Ramachandra Puri批評主 Chaitanya的時候,主 Chaitanya就開始執行了Ramachandra Puri的訓示減少他的犯量。 主 Chaitanya就跟他的文族說,我今天不再吃更多了,意味著他已經接受他的風險的批評。 即便這是一個不太好的事情,但是主 Chaitanya還是接受他的批評。 他沒有讓奉獻者不高興。 奉獻者也許不高興,就是主 Chaitanya的奉獻者也許不高興。 他們希望主 Chaitanya吃不上。 因為Ramachandra Puri批評主 Chaitanya,所以主 Chaitanya就減少了他飯量。 然後主 Chaitanya就說,我只想吃比我平時的三分之一的量。 當Ramachandra Puri在那的時候,主 Chaitanya總是吃得特別少。 他接受,他非常嚴肅認真地對待他這個Ramachandra Puri的批評。 如果說真要找分之一的,主要是不一樣的。 所以,是有什麼差別? 沒有,Ramachandra Puri,他沒有那樣的關係。 你也知道,他沒有那樣的關係。 如果真要找出它們之間的不同的話, Rangha Chandra Puri雖然也從Madu Vendor Puri那裡接受了起疑, 是一個正式的奉獻者, 但是他跟加拿大美術沒有那種一樣, 跟主柴探戀有那麼親近的關係, 而且他對Krishana的知識也沒有那麼全面的了解。 他在靈性進步上並不是那麼的精進, 但是主柴探戀還是接受了他的建議。 所以,是有分別嗎? 沒有… 所以,他沒有同樣的… 他沒有任何Rasa,真的, 如果說真的有什麽不同的話,他和主采灘娘沒有那麽強烈的Rasa。 由於他接受了祖采灘娘的启迪,所以主采灘娘還是給予祂足夠的尊敬。 他是他靈性導師的神兄弟,應該被視為我們的靈性導師。 Ramachandra Puri是主采灘娘的靈性導師的神兄弟,他們是神兄弟。 所以主采灘娘尊敬他,向予祂足夠的神兄弟。 所以主采灘娘的靈性導師。 Srimad Bhagavad Gita ki. J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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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rimad Bhagavad Gita ki. J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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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g會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